很多槍擊的事件 又很吊詭 我們講了這麼多年的種族和諧 有沒有發覺在這幾年裏邊 種族的撕裂越發加增 我剛剛除了去完羅馬之外 我都上了去在聖豪西講了個 這個猜傳聯會 他們的猜傳聯會 發覺這個世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越來越低 我們不是應該要彼此更加信任 彼此更加了解的嗎 但就是因為我們更加的了解 以至於我們更加的不信任 去到這裏 其實我們自己講到 都講到很麻木的了 講完了 我們做基督徒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講到疲勞 我還有什麼訊息可以跟大家講呢 大家坐在這裏 你想聽一個什麼訊息呢 我們的盼望在哪裏呢 我們的信心在哪裏呢 如果我們把信心放在這個世界的變好 如果我們把信心放在這個世界的和諧 我告訴你 一定會失望 很多時候我們是用了個結果 來去定我們自己的信心 定我們自己的盼望 什麼叫定我 即是用結果呢 這次去羅馬實際教書 我喜歡實體的 所以講到 我喜歡實體講到多一點的 不只是說有人在 我講到興奮一點 而是真的能夠跟學生去有那個的交通 這次又很特別 因為過去有兩堂呢 我只是可以在網路上去教 教完之後呢 他就交了功課了 然後呢 我就改好了 我改功課呢 這個是我啦 我不是就這樣 看完之後給個分數就算了 我喜歡有些的評語啊 有些的評語啊 就寫下了 然後呢 讓學生可以有得參考 那這次去的時候呢 就將過去兩次的功課呢 就都帶去給那些學生 其中有個學生呢 他其實是挺主動的學習的 我都挺欣賞他的 但是呢 我去之前我是不認識他的 我只是在網路上弄亂了大陸的問題就是 他說 馬老師 你認不認得我 他這麼小 但是在那幾天的相處 那個星期的相處呢 我挺欣賞他 他是挺肯去學習的 那我也知道的了 我都獨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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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第一天發一些功課給你們 免得你們上課沒有心機 因為看完我給他們分數呢 因為認識我的學生都知道我比較嚴格一些的 我說不讓你們看著 等到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我走了 給了一些功課我就走了 因為我知道他們一定會有很多事情 無論如何也好 說怎樣也好 但是看著他們的學習 我說 也好 給早一點給他們 我就在離開之前一天就給了他們 果然有學生馬上來問了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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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給我這麼分數 我說 你看清楚你自己的評論 我不是就這樣給你一個分數 這個學生很主動地去學習 他看完之後 他說 老師 我的分數這麼低 我還怎麼算 我說有什麼怎麼算 學吧 你贊不贊同我給你的評論 他說贊同 我的確看錯了你的題目 我的確寫錯了方向 但是我將來我畢業要這樣的分數 那你怎樣 我怎樣 我說不要緊 我跟他分享 我說我本身的博士論文是寫中國近代教會歷史的發展 但是我神學院裏邊讀得最差的量課就是中國近代教會史 我說不要緊 你在當中你怎麼學習 他仍然都射了我 我真的心裡有些心痛 我肯去學習我給我這樣的分數 但是內何我仍然都stake to我自己 我說不要緊 這個是你的學習過程 當你學習了 你知道分數 我只不過是一個參考 他只剩了一天 然後第二天 我感謝主 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學生 我很欣賞他 我去教羅馬書 他立刻把他自己羅馬書的功課 在當晚寫好了 不是寫好了 寫好了大綱 然後拿著來問我 老師 老師 這個是不是我應該走的方向 我說對了 現在我需要你有這樣的學習態度 在疫情的當中我們是不是等待那個結果 我們要拿那個分數呢 或者你在當中你要去學習 兩個很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一個痛苦來的 是一個痛苦來的 為什麼呢 正在我們讀的經文一開始那裡 其實是一個complaint 一個投訴 而以策書裡面充滿了這些投訴 充滿了的 充滿了什麼投訴呢 以策書第四十章二十七節說 雅各啊 你為何說 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 以色列啊 你為何嫌 我的冤屈 神並不查問 神的百姓在那裡說 神的百姓在那裡說 我的道路向神隱藏 意思是什麼呢 神不再看我應該要走那條道路 神不再指引我要走我自己的道路 走這條的道路 我的冤屈 我所受的痛苦 我所受的不公 神為何不為我申冤 這裡說 我的冤屈 神並不查問 在疫情的當中 我們可能都會有這些的怨言 但以策書裡面出這些的怨言 從以策亞孫一路下來都會有說的 都有這些的投訴的 記不記得以策亞孫知道 他見到神之後 說主啊 我在這裏請猜遣我 但是神說我猜遣你去哪裡 去那幫百姓以朵發尘 深蒙之遊 但是他那裡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贏都要去的 他贏都要去講的 去到很熟悉的第五十三章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有誰肯信呢 我們中心的可能說 在這兩年多當中 我們中心的侍奉神的時候 我們會說 神啊 我的道路向你隱藏 為什麽還不開放 為什麽還不恢復原狀 我已經熬了這麽多年了 熬了兩年多了 我已經很忠心在這兩年多的當中 我凡是有任何的 我可以有機會的 我都做了 但是為什麽仍然都是這樣 我甚至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都染了病了 我都染了疫 那又怎麽呢 神啊 為什麽你不開放 我們有很多這些申請 甚至有些抗議員會說 我自己本身的家裡都有人 遇見這些事情了 那怎麽呢 我自己都自顧不下神了 為什麽你不為我開路 這些申請一直都有的 在第四十章其實這一段是一個結論 在之前有的了 已經都有這一班 正中心於全港神的信息 這一班的百姓呢 他們的投訴 四十章我簡單的將它分析 在結構上的分析 第一到第二節是一個引言 神宣告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告訴先知耳創亞聲 告訴讀耳創亞書的人 你們要安慰這班百姓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用拯救這個字的 因為他們面對的是這班百姓 他們願意去為神工作 他們是要安慰這班百姓 第一到第二節 就說其實神已經在做事了 祂的罪滅了 祂為自己一切罪 從耶和華的手中加倍的受罰 第二節又說祂爭戰的日子滿了 需要解釋的就是第二節的最後那個從耶和華 手中加倍的受罰 這句話我們不太明白 為什麼呢? 加倍受罰還是安慰的信息 被人打雙倍 還是安慰的信息 不是啊 如果你明白的話 為什麼呢? 為什麼神要加倍去罰以色列呢? 因為神重視他 長子承受產業相分 提醒回以色列 當然你承受相分的祝福 亦都面對相分的懲罰 或者不是說懲罰 我亦都不太喜歡用懲罰這個字 我喜歡用管教這個字 滿了啦 神已經重視你們的 為什麼你會遇到這些? 因為神重視你 然後下面第三節 去到第三十一節 這裏第三節到第八節 對照著二十七到三十一節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 都是跟風有關 那他們說 不是啊 我們唸二十七到三十一節 沒有風這個字 但是第二 三節到第八節 就真的有了 有月風 一會兒會跟大家解釋 在第二十七到三十一節 跟風有關的 一會兒會跟大家再解釋 然後中心點就是 在第九節到十一節 十二節到三十節 二十六節 是對那些報好信息的人的鼓勵 第十二節到二十六節呢 就是對質疑者的質詢 最好信息的人的鼓勵 就是安慰給他們的盼望 給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盼望 那個盼望在哪裏呢 就是第八節的下半節 唯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那你如果是明白這句說話呢 你就會知道呢 四十章所說風這個字呢 其實就是神的說話 那你說是嗎 我們一直以為這個是聖靈 聖靈 靈嘛 靈這個字也可以讀作風這個字的 這個就是希伯來文可以解作風 可以解作靈 可以解作四角 就是四方 和風有關 但是這個風有關的就是神的說話 我們的盼望在神的說話當中 然後第十二到二十六節呢 就是對質疑者的質詢 有誰可以給二爺和話 就等同這裏 其實第二十七到三十一節呢 都有講的 如果你仔細的去讀 第十二到二十六節的時候呢 那裏講到很多創造的事情 但是這裏呢 第二十八節呢 也都有講 永在的神耶和話 創造地極的主 並不疲乏也不困斷 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對著質疑者明白這些事情嗎 你明白 創造地極的主 並不疲乏也不困斷 他正在做事的 然後我們要做的就是 最後的和風有關這個結論 好 我們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去理解 剛才我所講的安慰的信息 你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 為什麼安慰 三樣 日子滿了 罪孽赦免 加倍受罰 剛才我講了加倍受罰 加倍受罰是代表著 神仍仍仍在重視著 所以他管教你 我教羅馬書的時候 從另一個角度去教羅馬書 他們可能嚇了一跳 因為我說 神今天的怒氣還未發作 神的怒氣怎樣發作 打死我們 一雷打死我們 如果這樣是神的怒氣的話 我們就很慘了 神的怒氣發作 是神任憑 做父母 我自己做父親 我的子女最怕我一件事 不是怕我餓他 因為我很喜歡教授他們 他們經常說 爸爸有教授我了 但其實他們不怕的 他們有時候都很想跟爸爸聊天 慢慢大了 教授就變成對話 就聊天了 但他最怕是什麼呢 爸爸不理他 我小時候最怕 爸爸你理我 爸爸你回答我 他最怕爸爸不理他 神真正的霸露就是 神不理你 由得你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 如果神放手的話 這個世界就會玩完的了 有沒有發覺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假設是錯了的 往往假設 神如果插手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好一些 是不是 神如果不插手 這個世界也會繼續去 是不是 剛剛反過來 神不插手 這個世界會很快去過去 神經的觀念來的 創世紀第一章 地是空虛混沌 淵滅黑暗 如果沒有了神的靈混行在水面上 地是淵滅黑暗 空虛混沌 去到啟示錄 啟示錄的那個世界的毀滅 是剛剛創造的 反過來 世界的毀滅 是神被鎖匙 被天使釋放大河兩岸的惡魔 打開毛底坑 神放手 如果今天沒有神的維持 而世界可以在 可以說下一分鐘就毀滅 正如我們今天的生命都一樣 如果沒有神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去維持 你下一分鐘 擔不擔保你可以上到車 對不起 不是就助你們 神給過我們生命的恩典 因為神重視我們 而管教 管教是有祂的日期 有祂的日子 赦免是神的目的 現在已經做了 所以在這裏 對於百姓他們來說 他們面對亡國的痛苦 亡國的前路 忙忙 不知怎樣做 面對敵人的嘲笑 他知道神仁都在做工作 第二段 與風有關的聲音 從第三節到第八節 在這裏好像有兩個的聲音 不一定是人的聲音 我們翻譯就說 有人聲哭著說 這是第三節到第五節 然後有第六節 就有兩個的聲音 有人聲說 你哭叫吧 又有一個說 我哭叫什麼呢 這裏好像有些聲音在那裏對話 第三節到第五節 就宣告神要來了 神要來了 我們要預備祂的道 修平我們神的道 一切山蛙都要填滿大大小的山崗都要削平 這裏我們通常都會用來做宣教的其中一個題目 為神鋪好道路 神福音廣傳 但是這裏不是在說這件事 這裏說神親自會來了 等於明天 皇帝出巡的時候 先頭部隊會準備好所有的東西 跟著皇帝就來了 然後 一個肯定的第五節 當皇帝來的時候 曼君以為要來的時候 祂的榮耀必然顯然 煩有血氣的 必一同漢見 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當神來到的時候 世界一定會見到神的榮耀 我們就會立刻 好像第二個聲音 是嗎 可以嗎 所以你發覺第六節到第八節 似乎是一個頂回頭 去撥回頭的一句話 有一個聲音說 神要來了 你知道嗎 在這段期間 你們已經做完 那個 那個 滿了 日期滿了 神跟著就要來了 所有血氣的 就是說所有人 都會見到神的榮耀 很威了 我們想著 啊 疫情過後 神彰顯祂的榮美 但是好像有另外一個聲音 頂回頭 叫什麼叫 你知不知道神黎做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神黎會發生什麼 第六節 凡有血氣的盡刀如草 他們的美容漲野地的花 草必污乾 花必貂殘 因為要說氣吹在其上 百姓誠然是草 百姓看到他榮耀嗎 可以看到嗎 因為要說氣氣 這是巴勒斯坦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天氣 巴勒斯坦有熱風 有些像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Santa Anna Wien 現在我們會比較舒服一些 歐洲就慘了 我剛剛去羅馬的時候 感謝主為我預備了跌下來 我去到那裡 就 大概三十 三十四度 但是他說 之前一個星期去到四十度 當我走了回來之後 我看回來 又回到四十度 所以感謝主 不要讓我自私 但是他說 催泥的熱風 簡直是辣面的 有沒有試過 在這裡 Santa Anna Wien 催泥的時候 簡直你會覺得窒息 巴勒斯坦的熱風 吹過草必枯乾 花必貂殘 要說來到就好像這些風 那這些風究竟是什麼呢 後面就有說了 草必枯乾 花必貂殘 唯有我們神的話 必永遠立定 這句說話非常重要 這句頂回頭的聲音就是說 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神來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 我們可以抵受得到嗎 百姓誠然是草 它來到 我們會草必枯乾 花必貂殘 不過 這個風會繼續 這個風就是神的說話 那又是什麼 如果你明白 保羅明白 猶太人的想法 他說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 默示這個字 其實就是 聖經都是神所呼出來的氣 就是這個字 所以這裡如果我們能夠明白 這個是神的說話 但是第九節 去到第十節 就給那個安慰者 不要緊要啊 神的說話來的嘛 神的說話是一個安慰的信息 所以這裡就講了 對好信息的鼓勵 報好信息給石安的 要登高山 你們要極力揚聲 不要懼怕 你們的神必 大能者必定臨到 他來到 對你來說是個安慰 因為第十一節都講 他必親自做牧人 這個是他的應許 今天你盼不盼望 是他親自做牧人的工作 不是你 是他 是神 他親自做牧人的工作 跟著 對慈疑者 有些人 如常亞洲 認為有一班的人 依然都是質疑 於是他就用了第十二節 一段比較長的經文 去向這些質疑者 去發出這個回應 《數珠創造》十二到十七節 創造呢 我們有很多時候 我們認為 那個焦點是放在 放在 神松武做了這個世界 是嗎 在過去的一段的 差不多十年 對創造的研究 不再是從科學的角度去理解 對創造的研究 是從神學的角度去明白 如果你留意創世紀 第一章 那裡不是從科學的角度跟你說 那裡是從神學的角度跟你說創造 什麼叫做創造 神將他的美好充滿在這個世界 充滿在這個邪惡的世界 空虛混沌淤淤面黑暗 就是這個世界的本面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不是在那裡滑水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神在那裡去獵殺他自己的獵物 然後就出現了第一天 第二天 而第一天 神說要有光就有光 然後光好像在那裡停下來 神就稱光為咒 在那裡停下來 有人就好像有人問 那麼暗呢 暗稱為夜 暗不是消失了的 黑暗是沒有消失到的 在第一天 那你說是什麼意思 黑暗卻是變成夜晚 夜晚是什麼呢 你休息的時間 你重新得力的時候 有誰晚上不睡覺的 還繼續做事的 我請你 24小時工作 不眠不休 夜晚是我們休息了 重新得力了 我們做了一天 很辛苦了 但是夜晚 卻是給我們重新得力 睡一覺 今天不是跟大家講 創世紀第一章 只是用了這個例子 神可以扭轉黑暗 罪惡重生的地方 的時間 將它扭轉成為 你重新得力 休息的時候 希伯萊文兩個字 都很有意思的 如果你讀希伯萊文的話 黑暗這個字很刺耳 有些喉音 很不舒服的 聽起來 晚上很舒服的 Nina 很舒服的一個地方 神的創造 你明不明白 神用創造的方式 將美好灌注在邪惡 灌注在這個不穩定的世界 神今天就是用祂的兒女 去灌注在這個動盪的世界 一個撕裂的世界 一個不穩定的世界 你信不信神在做事 而在做事 透過什麼 18到20節 數諸宗教偶像 這裏呢 如果我們再看回 也都跟創世紀第一章有關的 跟神的形象有關的 誰才是神的形象 沒有時間跟大家讀這些了 是神的兒女 神的形象是神的百姓 神放在這裏 神的形象的意思是什麼 是要宣告神今天仍然掌權 神今天仍然掌權 神今天仍然都是統管這個世界 數諸於歷史 23到26節 這裏說 就算君王都不是宣告神的掌權 他們誠然是草 維持者仍然都是神 然後去到27到31節 就是今天的結論 就是這個 這個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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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都是和風有關 的 白姓在那裏 好像前面一樣 和質疑者有些懷疑 第27節那裏 我的道路是隱藏 我的煙屈神明就沒有查明 我做了這麼多事了 我宣告了神要顯現了 但是另一幫白姓 他就說 宣告些什麼 你知道神禮是什麼 但是這裏 第28節的回答就是 你知不知道 你聽有沒有聽過 兩個字很有意思的 知道 不是頭腦上的 那裏 是知道 猶太人的知道 是知道 你有沒有經歷過 你有沒有聽見 聽見這個字 跟信服這個字一樣 聽從 我們今天講 在我們這兩年當中 我們所看的 是這個疫情的反覆 是這個世界的動盪 是這個社會的撕裂 就是說你在當中 你經歷到神仍然工作 你信服神 告訴你你繼續的工作 就是說我們的眼光 只是看外邊 快點完 快點完 有些像昔日的以色列人 月索快點過去 讓我可以做生意 安昔日快點完 我要出去做買賣的 你看看的 在這兩年當中 你經歷過神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 這兩年當中 你分享的 是分享你自己的 擔心 或者分享 神今天 在你這兩年當中 仍然保守你 在這兩年當中 你經歷神 怎樣跟你同在 在這兩年當中 神怎樣 仍然 透過你 向前邁進 這兩年有沒有這些經歷 如果我今天開個見證會 只是講這兩年多 你有什麼可以講 神安慰 第二十九節 疲乏的他次能力 軟弱的他家力量 你很震驚嗎 神的應許 他會給你的力量 但是你怎樣才可以得到力量 尋找耶和華的風 那你說什麼 第三十一節 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 怎樣等候 他們好像鷹 展翅上騰 鷹怎樣展翅上騰的 我今天經常都跟大英姊妹說 我們今天的侍奉 應該好像鷹一樣的侍奉 而不是好像那些 那些叫什麼 蜂鳥 有沒有見過蜂鳥 我家裡有很多蜂鳥的 一隻翅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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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滑牆的 他怎樣可以上騰 透過熱氣 這個熱氣前面不是說過嗎 耶和華的熱風 毀滅的 是的 但耶和華的熱風也可以叫你 展翅上騰 你有沒有看見神的工作 等候耶和華的 不是什麼都不做 你去當中 去見到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又是什麼 剛才我講過很重要 神的說話 如果你不明白神的說話 神在做事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那個是神在做事的 今天你對神的說話 有沒有這個堅持 去讀祂的說話的時候 你有沒有明白 原來這個是神的工作 難怪我們今天見到 有很多的事情 神在做事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讀祂的說話 我們不知道那個是熱風 我們可以乘風而起 風可以是毀滅 但是風也可以叫我們乘風破浪 一艘飛機的起飛 不是順風而起的 有沒有發覺 飛機場有那個兜兜呢 告訴你風向是什麼 飛機是逆風而起的 今天我們面對這兩年 我們可能會是 我們可能會是問 神啊 神啊為什麼會是這樣 神啊為什麼會是這樣 但是我們都可以說 好像這裡說 這個是不是你的說話 告訴我們 這個正是我們要逆風而起的時間 堅持神的說話 明白神的說話 你就知道神的作為 而知道神的作為 你就可以乘風 然後破浪 最後結論 和大家要結束了 時間關係 怎樣可以在逆中展翅 第一透視世情 從神的角度再理解一下 這兩年多發生的事情 神在當中有沒有對你有顯現的時間 顯現不一定在牆上 用指頭告訴你 千萬不要這樣求 為什麼聖經裡發生過的 巴比倫滅亡 就是神這樣顯現 但是神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有沒有經歷過祂的安慰 有沒有經歷過 在這個疫情當中 神要求你做的 你信服 如果要講見證 我有 不只是說大家 你們有沒有啊 我外母過身 在這個疫情當中過身 我也有軟弱 最終神要我回去 很痛苦的 二十一日酒店 不是現在 那時候二十一日 睡在床上 看到街上的酒店 不是很舒服的那些 但是那二十一日神給過我 有很大的提醒 很大的反思 長話短說 外母的過身離世 對於我來說 也是一個安慰 在我這麼多事奉的過程當中 是一個安慰 神安慰的時候 也是神託父百姓 報福音 全是很訊息的 今天如果神安慰你的話 這個也是神託父你的時候 神的說話可以是審判 神的顯現可以是毀滅 但是祂選擇 要求忠心於祂的百姓 乘風而起 迎風而上 這是我今天給大家的訊息 也是給我自己的訊息 兩年多 風繼續吹 但是你會不會迎風 然後乘風 然後破浪呢 因為神要求我們的心意 就是如應展翅 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親愛主 我們多謝你 就一次提醒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是疲倦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困乏 在面對這個世界 我們的焦點仍然都看那個結果 這個世界的恢復回 跟我們認為的以前一樣 但是你再一次提醒我們 無論得事不得事 我們總要專心去傳導 總要專心將這個福音 去傳給萬民 神要幫助我們今天 我們雖然軟弱 我們雖然困佛 但是神你自己已經告訴我們 靠著你的說話 靠著你的顯現 靠著你的同在 我們就可以乘風而起 你面對前面的浪 又何足俱災 神啊幫助我們今天 在等候你的過程當中 被你所得著 經歷到你的說話 經歷到你的同在 更加經歷到你使命的委託 多謝主我們今天 討告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Amen 再一次多謝馬牧師的分享 很簡單的報告 繼續歡迎大兄姐妹回到我們當中 一齊敬拜 今天的培訓 和平師姐的培訓 繼續在下午1點15分 下個星期是聖餐主日 請大家預備你的心 在網上的大兄姐妹 請你自己自備的餅和杯 到時我們一齊來領受這個聖餐 下個星期也是第一個星期 我們教會以後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 即聖餐主日 會有一個特別的午餐 是給弟兄姐妹可以留下來 分享和一起的團契 所以請大家留意 可以留步享受這個午餐 宣教主日是8月14日 即過兩個星期就是了 這個我們宣祝會的宣教師 Michael Hope 可能到時已經去到烏克蘭 可能在烏克蘭的首都 所以現在暫時還沒有安排到 他到時會怎樣和我們分享 不過請大家留意 我們多數都是有不同的方式 或者來分享他的事工 因為這次他說他去到烏克蘭 可能會遭遇到一些飛彈 所以他都不知道會怎樣安排 所以請大家為這件事來討告 可能他在一兩個星期 就會先去波蘭 然後跟著去烏克蘭 其他的請大家留意 討告的事項 我們一起起立 唱三句 請馬牧師祝福 好 讚美真上滿福之間 誰想滿滿讚美主人 天事雕本讚美主名 當 你乘胃送至致命 天事還是神祝福 你的同在 靠著你的演練 我們如嬰展翅 奔跑不疲乏 行走不困拳 因為我們今天是屬於你的百姓 我們是屬於你的子民 要叫我們宣揚 那個字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但願你的恩惠慈愛時刻與我們同在 原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和交通 尚與我們眾人同在 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 Amen